以撒基拉雅族人心中那把吹不灭 捏不洗的火为钥匙 启动火迹落映 编舞家古木特运用个人的创作技巧 把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保留了传统跳脱规范和束缚 音乐和服装完全新创 也把街舞和特技两种肢体元素 融入成为新的肢体语会 8号晚间是在花莲原住民文化馆首演 受到现场观众热烈喝彩 以原住民的舞蹈及音乐律动 交融成为完完全全的现代舞技巧 锦细萨奇莱雅族传统祭祀的主轴精神 火迹烙印 70分钟丰富大型的现代原创乐舞剧 充分展现出火迹烙印 心中那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 舞蹈家古木特表示 舞蹈创作过程融入了非常多不同的元素 也希望借由这次的展演 能够让喜爱原住民文化 以及舞蹈的观众 能够轻易看得懂而感动 我尝试了用各种角度 然后各种欣赏的模式来呈现整个演出 希望能让各个不同的领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舞蹈 然后我希望它变成一个没有经过剧场 就能看得懂感动的一个节目 古木特表示这一次的舞者出动了30多位 编制相当庞大 而花莲的在地舞者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进行身体的律动与调整 才能够呈现出如此精湛的乐舞 这个整个编织是非常广大的 一个没有弄好 所以那个脑袋真的要非常清楚 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 大家一起会浪费非常很多时间 所以对 所以我也有头脑要很清楚 然后我的排练要比我更清楚 顺道排练 所以这次算还蛮顺利的 然后欢迎的舞者 我其实在舞台练事情 就先赶快训练他们的身体 让他们可以赶快进入到那个舞蹈的精进 只有身体律动跟真正跳清代舞跟跳街舞 然后再加上他们原本的律动 来整个融入他们的身体里面 让他们真正跳起来 踩着属于火气的步伐 用敬畏之心与直达天庭的歌声 来歌颂重生之路 步伐越稳重 族群精神越扎实 歌声越嘹亮 族群的名声也就更远播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